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是 有馬二 鏡花先生 贏者 開始今集之前 上一集 不好意思 有些 劇情上的失誤 都覺得看鹹片是認真一點的 你放慢 是 它依然是一套鹹片 不是 它依然是一套鹹片 我是這麼說的 落地騎士 我知道有些劇情的橋段 我是忘記了 不好意思 這些錯誤我會認 你是不是忘記你搞亂了 不用緊張 但是 我也很認真地看回那一集 是無損我對那個位置的解讀 它依然是一套鹹片 它只是前後順序就是調轉了 而是主角沒有受傷 但是依然阻止不到我覺得就是 它每個好朋友 依然是因為想看東西的 OK 說回今天的心法 好像很多都很深的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這日劇的推理劇 是不是現在拍完呢 可以到動畫開始拍推理劇 這麼多的一期做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這套動畫出了之後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這套東西 它是影響了 之後這一季裡面的 所有戰鬥動畫都會變得不樂如是 我想不是 我想是近幾年都不樂如是 因為這麼說 你慶幸今季沒有一些比較認真的戰鬥動畫 都是一些咸皮的戰鬥動畫 高達算不算 高達跟它的取向不同 因為高達是一個機械人戰鬥 我想對於上次有差不多的感覺 應該是Needless 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第一套要說的 當然就是這個 一拳超人 One Punch Man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套原作 只不過是一些 好料的草奴 其實它寫出來的故事 本身都是玩玩的 很快就想著都是 而i731的作者 川田 就幫它重畫之後 就引起更加多人的注意 直到現在就變成了這個動畫版 其實當然 也有一個擔心在這裡的原因是 川田 大家都知道它的畫工 是非常扎實 鬼神般的畫工 很多人都認為 就是 它應該在畫技上 都是練了波紋工的人 他應該都是 而動畫裡面 其實一開始 大家就問究竟 是否追不追逼 因為大家都知道 川田在某一些畫素裡面 為了表達那個效果 是自己畫了動畫分鏡的 究竟動畫版 能不能追尋 而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你說 一拳超人本身就是 始終是說 拳拳到肉 不能說花巧一閃流 因為只有一拳 一拳裡面那個逼力 因為其實就算川田 他自己 或者大家有看他的直播 也知道 就是 他很多時候 會重畫 就是其肉 那一拳帶出來的衝擊 那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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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畫幾次 他都畫幾次 也未必會滿意 所以其實動畫版 可以怎樣表達 其實是我在這套裡面最大的看點 我自己呢 就沒有看過漫畫版的 首先你很慶幸 就是動畫版 就不是 論細緻 一定是動畫 還是說不到漫畫的 動畫是一些章數 還有一些你要做連續的畫面 沒有可能跟漫畫一樣 那麼細緻 但是我反而覺得 很慶幸的就是 動畫是有自己的風格 尤其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反而動畫裡面 一些打鬥的場面 我覺得是很有漫畫的 他特地畫到一些線條會凌亂 有很多那種是要有那種 想描述特地是那種拳的重量 而蘭蘭地是一些不需要現實的 那種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這一個 反而是很有衝擊力 你說到這麼有衝擊力 我想你葛爾塔 不知道為什麼 葛爾塔 對觀眾有衝擊力而已 還有By the way I am 你剛剛說Needness 這個動畫公司做的 這個動畫園 都是Mathouse做的 其實 Mathouse的東西 是挺紮實的 的確是 其實他不是每一場戰鬥 或者每一拳 他都做到那個 理想的效果 而他用的方法 大部分時間 都是靠角度和運鏡 去解決這件事 其實你尤其是看這部動畫 你很分得出來 究竟Mathouse畫出來 是渣頭攤 Mathouse畫出來 是真的 那個力度 因為其實他很多時候 每每在鏡頭那裡 出得最多的鏡頭 並不是棋肉的樣子 或者是什麼 而是棋肉的 整隻手臂的拳頭 由出拳到拳頭 揮出去那一下 其實在那裡 才是最多的描寫 這個是在OP也看到的 不過OP的頭也出得挺多 五五了 就是 拳頭就是他 棋肉出拳 尤其是拉後 再揮拳 其實他最主要會用的是 肌肉 突然之間 用力 肌肉之後就會膨脹 然後跟著 就好像剛才 劍花也說了一些 粗線條 還有就是 打下去之後 其實我更加最重要的是 打下去之後 給出來有沒有那個打擊感 嗯 但現時為之是看到的 現時為之 我也收貨的 你說四集裡見到的 其實是收貨的 因為其實 正如這個故事裡面說 他們永遠都是一拳搞一劍的 所有東西都是 所以你很難要 他做一些精彩 以前的動畫 有很多複雜的拳來腳 即龍珠那些 畫面好像很精彩 但這裡是要表現 那種力量感 才是那個重點 因為肌肉太厲害了 一拳搞一劍 所以通常 前期或者比較重要的戰鬥 會交給其他人打一輪 才能打成幾分鐘之後 才會一拳搞一尾 即是會見到 會用這些方法去令到 劇情可能 有些看頭先 至少有些打的劇情 或者這樣說 你說頭四集裡面 很多人都是以力量為止 最不同的戰鬥風格 一定是傑樂斯 因為他用的是 放射性兵器 還有就是速度 在這裏面 你說整套東西 現在的效果裡面 見到傑樂斯的速度 其實用 拉遠近運鏡 他已經做到了 而且很顯然 我覺得他迴避了 就是因為 不想傑樂斯用拳頭 打擊那件事 所以其實你見到 他的戰鬥那個位 當然你說原作也是這樣的 你可以說 他用的戰鬥風格 就避開了拳頭 因為不是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拳打下去的表現方法 其實不是有很多的 其實 而要更加強調 就是棋肉的強的話 其他角色 我想都是要避忌的 或是更加強調 或者更加強調 你見到兩個 用的角度是不同的 那種角度 你有一種明顯的分別 其實棋肉那種出拳 其實某程度上 是一種高濕的放大 但是 Janos那種 他有一點點 是偏向一種透視 他要拉長 他營造那種 試距的感覺 帶出他高速 拉遠距離的效果 所以是有一個分別 還有他那個位置 因為本身棋肉那種 你一拳打下去 其實是一點 而 志樂施那個 其實他是需要一個 很長的視點 做一個很長的角度 他讓你看到 這一招的效果多大 沒有理由 只是拍著一點的爆炸 你只能看到 整色紅色在那裡 只能夠 所以我覺得 表現手法是不同的 在Twitter上說的 應該是一個 一拳超人的動畫版 作畫監督 他就說 有些人以為 我們這部動畫 應該是很高經費的動畫 他就說 其實不是的 我們就沒有很多經費 只是 我們有一個熱情 去製造一個最好的動畫 但是我也看到 當然他們一定有熱情 但他們是一個很聰明的 告訴你 哪些位置 他們可以省的 就省 因為一兩個鏡頭 做得好就夠了 這裡其實是一個危機 是嗎 有一間血浪功課 你想說 Gangster那間 畫動畫 要出來 不用的 給我一個讚 給你一個讚 我經費很少 但是 你畫了一套一拳超人出來 那人家就失利了 那你又要賺的 對呀 生日小孩 有這樣的人 retreat你的treat 是不是 賺光了 無限的商機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我們交45份收視調查給你 那些是香港才會用的 故事裡面 其實就是講 奇玉 就由這個 失意的上班族 不是上班族 不是上班族 他還沒有 找工作的人 對呀 無色人 對呀 他好像找了三四年 終於在一次的事件裡 他就找到 我其實是想成為一個英雄 然後就努力努力鍛鍊 鍛鍊到最後成為一個 就變得太強了 強到縮頭了 對呀 那縮頭是一個代價 奇玉認為縮頭是一個代價 對呀 對呀 到了第四集 就是問究竟奇玉 為什麼可以鍛鍊得這麼強 那其實你說 整件事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老實說 這套是一套 搞笑幽默的英雄作品 當然啦 你說裡面的 其實它不是沒有一些 英雄題材裡面 會涉及的一些主意 在裡面 其實它有的 大家慢慢再看下去 其實它會有這些深究 其實它會有 但是 在它的骨子裡 骨架上 它是一套 我會用一個 挺好的例子 你不會擔心 魔法高校劣等生裡面的哥哥 他是會受傷這個問題 等同於這套作品裡面 是不會擔心奇玉會受傷 老實說 這兩套作品是紅的 你能夠打傷它 告訴你 你去到哪套作品 你都有飯吃 不同呀 哥哥不會受傷呢 這套很認真的作品 認真很簡單 不同 KO不受傷是搞笑作品 他整身摸光圈沒事 都是傻子站在那裡 不是不是 這件事有一點點結果論 結果論哥哥是不會受傷 因為他就算受了什麼傷 他都會 recover 正確一點 是這樣的 我想那種感覺就是 連一條帳範都會令到他受傷 那種感覺就是 反而是那些很傳統的那種英雄片 不需要說很多大道理呀 要深究英雄的意義 正義的意義 反而就是跟他說 人類只要鍛鍊度很強 就要成為一個英雄 我要救人 也不是的 這個不是說其他 但他之後有涉及一點點 很隔不中他 應該說每一個主節的故事 他有涉及過這些問題 在裡面 即是後面的故事也有說到 不過他不會說 我現在在寫這個故事 很重筆密地去寫 他是輕輕帶過了這件事 給你感受 用奇玉這個角色去給你感受 因為奇玉這個角色 他自己是什麼呢 他是出於興趣 才做英雄 但是老實說 如果你認真一點 去想回這件事 你是在宏觀我們看動畫裡面 歐美系列 或者日本系列 有誰 不是因為他的興趣 而他想做英雄 而他變成英雄 死事算不算 HAPPY玩得很開心 就算你這樣 超人認為他有這個使命 就是什麼 我覺得我有這個使命 誰說的 沒有人說 我覺得 就是等於說 我有興趣成為Hero 其實你看到的 根源其實是一樣的 或者這樣說 興趣的字聽起來 好像比較 歡樂一點 開心一點 但其實每一個英雄 不是天生就是一個英雄 是他選擇去做英雄 或者是公園時間做英雄 甚至可以說 這個不是他最 一開始富裕的身分 而是他自己選擇的身分 就是每一個叫做 天命你一定要做一個英雄 就是天荷殼一定不是興趣做英雄 他是想報仇的 或者是想贖罪 就是興趣報仇 但是他是選擇去做這件事 都是一個意向 這個位置有點有趣 正確地說 哪怕他有沒有能力成為英雄 但是他是不是一個 public size的英雄 是一個問題 等於就是說 好了 你超人 Superman 他是正眼色射 laser 他的能力 born to be 可以成為英雄 但是問題 他可以做習男 可以做廢物 他可以做 加里登 做什麼都可以 你不需要一定走出來 超學工人都可以 對 沒有所謂 這個問題又回到第四集 我們去登記 其實有點關閉 當然他沒有這個意味 但是說的應該是這個 能力 就不是他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位置其實 是說得不錯 就是一開始一集 疫苗人出來的時候 然後跟著 其他出場的時候 就說 他就說 興趣 你跟我說興趣 他就很生氣 就是說 我這些那麼偉大的人 你跟我說興趣 你真的看不起我 他說他是地球的使者 不是 你明白 英雄有一個使命 做家國也是一種使命 我要破壞地球 我要蒸活世界 很熟悉的理念 就說你興趣過來 嚇穿了打網 你不是吧 就是他那個叫做什麼呢 他覺得認為 這個場合裡面 你應該可以說一句 為了世界和平 人類的將來 我決定要跟你 決一死之間 死過 他是其他一種這樣的對白 但是有其他跟你說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晚上經過 你擋住我 我就買菜 我在買蟹回家吃 然後今晚 擋住了 你見到 就是說 英雄不是絕對 一定要什麼 我覺得 英雄那個字 是一個期望落差 我們聽到這個字 我們期望 必然是要聽到這些說話 不可以是聽到其他說話 我反而有些興趣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現在 其肉可以變得這麼淡淡然 他當時未做一個英雄 做一個待業人士 他以前很仰慕英雄 要去拯救 一個弱者 被受傷害的人 好像很有那種 燃燒的意志 但現在反而是這麼淡淡而後 因為太強 就是因為他說的 有否聽到什麼叫做 獨孤求拜 前四集裡面有說過 其肉自己也有說過 他想成為一個英雄 其實是一個結果 他追求的過程 就是如何移血 因為你看到他在做夢的時候 很多地底人出來的時候 就是他期待的是 以血的戰鬥 成為英雄那件事 叫做什麼呢 就是他以這個行為 會帶來的一個結果 他會被稱為英雄 甚至他不是先而成為 他只是一個天生戰鬥狂 其實他也太強了 其實他也挺有趣 他那種英雄 是不一定要做一個英雄 他只不過是期待一個很高峰的戰鬥 一個很強的激烈 一個世界的膠戰 他就順便做到英雄這個角色 可以做到這件事 甚至你說 他這個位置 他成為一個惡魔 對 我暗暗一點想 其實他做一個懷人 也一樣做到這件事 只不過是叫做 他的選擇 就是一個選擇 就是一練姿態的選擇 因為其實就算你說 做兵和做柴一樣 你可以投考警隊 不過你說沒賺那麼多 這件事令計謊 如果我想拿槍賺食 我做警察也是拿槍賺食 不過你說春之春有多好事 是你的問題 我知道 但是 你自己的信念 就是認為 這些是道德價值觀的問題 這些就是 你會混合這些東西 其玉就是選擇了 就是他覺得 成為一個英雄 加上英雄可以配合這些東西 這樣就一流了 但是無奈地 經過三年的鍛鍊 sit up 每天跑10公里 100下掌上壓 100下sit up 冬天和夏天都不可以 對 就變成現在這麼強 變得這麼無敵 雖然你要縮頭 當然 頭四集裡面 你看到的胡鬧成份 是幾多下的 不過你說 是這套東西裡面的特色來的 我覺得 嗯 我反而就是喜歡這樣 打 打是有打的好看 有那個力量感 一個簡簡單單的英雄故事 輕輕鬆地看一集 我反而覺得 這種驚雄動畫真的很少 或者這樣說 他自己配合到自己 一拳超人 而那個戰鬥裡面 其實很倚靠這一拳 就可以解決一切 那種戰鬥迫力 我都說 近年好像 I am剛才也有說過 近年沒有什麼戰鬥動畫 是真的做到這樣的 戰鬥迫力出來 拳拳盜獄的 真的 很少 現在已經是很少 Jojo 你想說 後來都沒有了 你一定是用體身攻擊 Jojo不是拳拳盜獄 是每個關節都歪了 那些要放在Jojo post 你不要 你不要去執著這個問題 那些都是他的特色 而一套東西就是 暫時來說戰鬥 當然看到的 如剛才鏡花所說 監督也說過 不是長長他們都 只是局部 但是你看到就是說 就算偷的 我也看到 他偷得來 比起現在動畫裡面 所有戰鬥動畫的水平 都為之高 真的會令其他動畫 真的會 戰鬥動畫 我似是 去到後期 我不知道 因為後期也有些 有超能力 不過其實你說 One Punch Man 你說一拳超能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 戰鬥技巧 都是源自於勤身夾鬥 男人的浪漫 勤勤盜獄 所以我覺得這部動畫裡面 除了說輕鬆幽默 其實就是看爽快的戰鬥 這套 最簡單的這套 我們今天要講的 之後那些就很深了 如果大家受不住的 記得看一看題目 我們先去下一套